HELLO 大家好,我是Joe 今天想帶大家來到倫敦的西面 Song Tool 的地段,East Aton 介紹一間三房的排屋 這間屋的業主委託我們放售 而放售的價錢是 RM570,000 或是 RM57,000 左右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聯絡我們 出租的價錢是 RM2,200 一個月 現在事不宜遲,帶大家看看這間屋 裡面和外面的環境是怎樣 我們先看看這間屋 這間屋是一個紅磚屋 門口是這裡,這邊是入口 這間屋前面也有一個算是分家庭 鋪了石 前面這裡有一個公用的全花園 這裡泊車就要泊在這邊 要向Council 申請泊車 然後泊在這條街 另外這邊大概隔兩間屋 這裡有一個A40的路 可以出倫敦市中心 讓大家走快兩步 讓大家看看 這裡也算是蠻繁忙的 這邊是倫敦市中心 而另一邊是去E0 這裡有巴士站 巴士站可以去倫敦市中心 現在我們準備帶大家進去看看 這間屋裡面的情況是怎樣 首先進入房間裡是個Hallway 進來Hallway 其實這裡Hallway也算是蠻寬闊的 差不多有五尺 這裡就是門口 這裡就是Hallway 樓上一上去就是尋區 上面是鋪地毯 下面是鋪地毯的 因為之前已經是批檔過的 牆也很直的 也游過 而且這裡隔壁 門隔壁也有一個Storage 可以放在鞋子上 這裡也有一個新的Radiator換了 接著我們再進去 就是客飯廳 客飯廳 這是飯廳 因為飯廳比較長 大概有過八尺 八一尺左右 長方形 都很容易放一些飯桌 大小小的飯桌也可以 還有也有一個很大的窗 還有窗的condition也很好 你看到 都是一些比較新的窗 而且剛才所說的 Radiator是換過的 你看到燈色 還有目前的傢俬擺設 其實都可以留下的 然後這邊就是客廳 客廳大概是八二三尺到八三尺左右 因為他擺了一張很大的梳化椅 一個L型的梳化椅 坐到起碼 看到是一二三四五座位的梳化椅 所以就把客廳 壓了地方比較大 接著我們再去那個kitchen Kitchen之前是翻新過的 這裡有個雪櫃 也是有一些淺灰色的 比較modern一點的廚櫃 你看到 Storage是不少的 也有一些soft closed的櫃桶 這邊就有一個焗爐 也是新的 也有一個Bosch的cooker 這個是明火煮食 後面你看到 也有些 就是有些 Sread Shirt是磁磚的Sread Shirt 也是一些比較簡潔 Modern的設計 這裡我們再給大家看看 也是有些層格 也有個 不是這邊 這邊也有一個Dish washer 有一個Dish washer 就是入牆的 這邊也有 星盤上也有儲物櫃 其實儲物空間 這裡也有一個洗衣機 就是洗衣機、光衣機 這裡就有個雪櫃 雪櫃下面有冰櫃 我們一出去就是花園 花園其實的尺寸也不錯 花園也有差不多接近400呎 前面也有一個很大的decking位 可以放到一些護衛傢俱 還有來說 這裡也有些不用怎樣打理 後面就要收出一些植物 那邊也有一個Shirt 可以放東西 這樣就不錯了 給大家看看後面的情況 後面其實 你看到這些是逐個新的 新的 這裡也有過 所以後面看來也很企業 很帥氣 然後我們準備上樓上看看 樓上其實最主要是鋪地毯的 旁邊的欄杆也有過 所以也挺新的 租客也保持得不錯 上來就是Landing位 這個Landing位 看到其實樓底挺高的 這裡也 Landing位就是這裡 我們先進去看洗手間 其實左邊有個Family bathroom 這個Family bathroom 只有一個洗手間 大概60呎左右 不算很大 即60呎左右 有個窗 也算是挺通風的 上面來說 其實我們四面都做了磚 都是一些灰色的 現在比較流行的 屬於灰色的水泥磚 也有一個比較modern的 就是臨浴設備 還有基本上 其實Bathroom都保持得挺好的 譬如這邊馬桶 洗手盆就有個櫃 有個小小的櫃 上面有鏡 有毛巾架在這邊 這裡還有一個凹位 現在就是來擺一些衣服 即是那些Basket房 那些髒衣服 其實也可以考慮在這裡 加上一個小櫃 可以擺一些其他廁紙 都挺好的 接著我們再去就是房間 這裡上面有三間房間 其實三間房間的尺寸也不錯 這個可以說是第二間房間 這間房間其實也有八二呎 其實比下面的廳更大 我想大概八二三呎都有 這裏就放了一個Double Bag 也有一個很大的窗 窗是望花園的 你看到其實那些Radiator都換過了 還有簡單也很舒服的 這裏就算是一個 之前就有一個Storage 可以掛衣服的 接著我們再走第三間房間 第三間房間就是這裡 大概就是七十多 八十尺 未夠八十尺 就放了一張單人床 就有一張書桌 這裡也有一個窗 都算不錯 這個窗是新緩的 可以看外面有一點點的 前遠景都挺舒服的 這裏就是樓梯頂 上面也有些位置可以掛衣服 做一個開放的衣櫃 然後我們再走這裏的主人房 這主人房其實跟旁邊的房間 差不多都是八一二尺左右 這裏就放了一個很大的床 這裏應該是Kingsize Pack 可能還是Kingsize Pack 這個尺寸 就看到了 其實它如果是移過一點點 其實都可以三邊落床 都可以的 現在它就拍了窗 讓這裏的空間比較大 這裏也放了一個櫃桶 所以看來看來進來 覺得這裏的空間也挺好的 基本上我們就看完這個物業了 剛才帶大家看了這間 位於East Acton的三房牌屋 這間屋現在的業主是放售之中的 放售的價錢是57萬英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聯絡我們 WhatsApp或者Email也可以 還有我們剛才帶大家看的時候 亦都留意到這間屋 因為之前不是很久 之前已經是翻新過 所以其實裏面內籠外 都可以說是很新正的 還有如果有些朋友想買一些屋 就不用再花錢是裝修的話 其實這間屋也不錯 另外雖然這間屋的尺寸不算很大 大約是820呎 是一個Freehold物業 還有有個大概300多呎 至近400呎的花園 那花園你剛才看到 都算是方方正正的尺寸也挺適中的 還有上面我們剛才看到的三間房 三間房的尺寸真的不錯 有兩間都要過8呎的Double bed 而第三間房雖然比較小 大約60呎左右 但是都可以放到一張Single bed 所以以房間的尺寸來說都不錯 另外也要說一下East Atten的地點 這裏其實就是在East Atten 譬如正正這個位置 譬如走去最近的地鐵站 East Atten地鐵站只需要9分鐘 而沿途來說也有些食肆商店 而East Atten的地鐵站 就是Central Line 亦是一條紅線 所以由這裏去Central倫敦牛津街 其實大概15分鐘左右 是Zone 2 另外如果不想乘地鐵 隔離不是有一條A40 隔離也挺方便 所以我也需要在倫敦市中心上班 來說都頗方便 另外就有紋身的問題 即是附近有沒有設備 例如配套 這邊相對 sight 賣相對來說 走去地鐵站的時候 有些食肆和差距 如果想多些选择,去大型的超市 也可以乘搭一个站,去到White City 或者Service Push 那里有一个很大的shopping mall Westfield Shopping Mall 这是伦敦区最大的shopping mall 里面有food court,有不少选择的餐厅 有些shops,买衣服,有些奢侈品的shops 有三百多间 所以购物或生活上都算是方便的 也有一间很大的医院 所以如果有朋友想买来做投资的话 容易找到一些医护的租客 一些租客可能想比较容易上班 去市中心上班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最关心的就是 如果想买来放租 现在租值是多少钱呢 好像这家屋之前都是出租的 是2200磅一个月 现在的租金价格是2200磅至2400磅左右 这个价格的价格 所以其实购物也不错的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WhatsApp我们 联络我们 今天我们的分享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观众 就可以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们的影片 谢谢拜拜 我们在伦敦、曼城、利物浦、百明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也有帮助海外的投资者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电邮我们去了解更多的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